大家好,我是施霍哥 今天看到一条比较劲爆的新闻 据说孙杨他在国家队依然领着薪水 每个月是13万人民币 而且其中还有更为复杂的类目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条新闻的来龙去脉 还是希望各位朋友高台贵手点点我屏幕右下角的订阅主标 支持一下我 我会定期给大家带来我自己用心做的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 好,言归正传 这个消息来自于一位微博的博主 叫做For More Jokes 他的微博下面全是关于孙杨的各种消息的 而他这一次刚刚爆的料 确实还是有点抓人的心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来解释这个事情的 这位博主的信息来源是另外一名神秘的爆料人 他把爆料人的网名给折取了啊 这个爆料人说啊按照国家的政策 国家队的运动员他们领取的津贴啊是根据他们 这四年来就是从里约奥运会算起他的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吧 据说一些表现好的运动员啊比如说甲鱼和汪顺啊可以领到四到五万元人民币 孙杨照理说表现确实比较好 但是呢他已经被国际仲裁法庭啊宣布竞赛了 而且是竞赛八年 照理说你孙杨处于竞赛状态吧 你就不是一名游泳运动员了 但是他现在依然占用着国家队的名额啊 并且拿着这笔钱而且要比其他的游泳运动员的钱拿的多的多 多达四三万元人民币 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有点说不过去 那么为什么中国国家队要当这个游泳大头呢 明知啊这个孙杨已经不属于游泳运动员的行列了 还要给他发这么大一笔钱 在这条微博的下方啊又有人报了一记猛料啊 听着真是有点触目惊心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啊 这十三万元的工资啊 是让孙杨妈妈闭嘴的条件之一啊 要求一直发到孙杨退休啊 大家注意是退休啊 发到六十岁啊 不是孙杨退役 但现任的领导呢 只能保证发到东京奥运啊 那也是一笔巨款啊 这条报料呢也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为什么孙杨在如今这个局面下 大家知道啊 孙杨现在已经连续被反兴奋局中心和瑞典的体育动裁法庭啊 都给判了竞赛的处罚 他依然在基本上毫无翻盘的希望下 还在积极上诉 而且即便是上诉 他也是拖到了这个上诉的期限的终点 再来做这个事情啊 换句话说 其实他就一直在往后拖时间 这些爆料人在分析啊 之所以孙杨啊 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啊 依然准备上诉啊 就是要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印象 就是我被竞赛还没有做成既定事实 还有翻盘的希望 那么呢 在我准备上诉的这段时间以内啊 我就还不算是退役啊 那么我就还有这个资格啊 继续领工资啊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分析啊 据这位微博博主 For more strokes 他介绍啊 原始的那个爆料人 他的所有信息已经被屏蔽了 这么说可能这条信息的真实性还是比较大吧 我也不知道这位博主的信息以后 会不会被屏蔽啊 如果他们爆的料是真的啊 那么其实大家都会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判断 这个游泳队的领导肯定有什么GM德仁的事 在孙娘母亲的手上吧 要不然不可能 这应该是冒天下自大不为吧 已经被国际永连明令禁止给竞赛的情况下 你依然让他成为运动员的身份 而且还给他发钱啊 这可以说是 哎呀这不好说了这个事情 就是完全就有点突破了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底线吧 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啊 假如说他是真的话 我会感到还是比较生气的吧 我在这里稍微发挥几句吧 其实我感到孙娘她母亲啊 如果真的做了这样的事的话 就是要求这个领导把每个月13万元人民币啊 一直发到孙娘退休啊 确实做的有点怎么说呢 我感到啊 没有一个形容词在形容了 大家知道孙娘这么多年来啊 也算是为国家争了很多光玛啊 取得了很多荣誉 有了这么多代言 他的身价保守估计几千万啊 可能还上亿吧 照理说啊 即便他被竞赛也这辈子吃喝不愁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母亲啊 依然 可能真的手上有什么东西吧 要求 嗯 这个游泳队的领导啊 冒着如此重大的风险啊 这简直就是民不张胆的违法 每个月还要给孙娘13万的 嗯 这个工资啊 这个事情 确实我觉得是 哎 我只有说 贪婪这个词算是比较轻的了 嗯 哎呀怎么说呢 这件事啊 我 一般的情况下 我说话还是比较温柔比较客气的 嗯 哎 但是 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啊 这件事情啊 我会一直关注 如果有新的消息啊 我会及时跟进报道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啊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方法就是点击我屏幕 右下角的订阅出标 好 就这样吧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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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